首先来看就是第五十届电视金钟奖 明天晚上就要登场了 今年的典礼没有主持人 却有三王一后 张小燕 张飞 胡瓜 吴宗宪担任引言人 表演的压轴是周华健 他已经完成彩排了 现场我们来连线记者岳嘉宁 纪念馆 明天呢这边将举办第五十届的金钟奖颁奖典礼 那这个典礼呢是邀请非常多的来宾 其中的压轴呢就是周华健 周华健呢将一连演唱非常多的戏剧组曲 主办单位也透露呢 他是一口呢就答应了这个邀约 我们先来听一下周华健的管问 我等今天等了五十年 当然有准备咯 那之前也开了两三次的会 也把这一歌要把它挑出来 然后还要去把它怎么连接在一起 而且希望都能够尽量 是我自己的歌 可是能够跟这一次的主题能够切合的 那这些功夫都做完了 现在一切都等明天 那周华健呢今天下午抵台以后呢 就马上飞奔到了现场来做这个彩排 他现场呢是彩排非常多的戏剧组曲 包含鬼迷心窍啊 刀剑如梦等知名的歌 那他自己也透露呢 其实明天的表演最怕的就是忘词了 不过呢他也对这个金钟五十呢 是做了多非常非常多的准备 所以呢就请观众好好期待 以上就是目前现场的最新情形主播